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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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大书点像金子糖和珍品都有贩售哦 谢谢您 大家好 我是佛光山在日本地区的总助持满润 佛光山发水市是日本总本山 预计在2018年的春天开光落成启用 发水市在群马县伊香堡温泉区这个地方 那目前我们有一个潮山会馆在这边也可以供应来日本旅游的人来参访 来住宿 那欢迎来到日本的佛光山 生命终有结束的一天 若有机会回到过去穿越未来认清生命的本质 不论在什么样的天空之下都能够活出自我 这是今天雨色要在空中跟美味的听众朋友来介绍的冰死经验启示 作者他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哦 生命呢代表是为了什么 那他是直线的进行呢 还是说其实他是可以倒转的 相信呢这是一个让人感到好奇的一个问题 或许呢借由墓内荷雁不可思议的冰死经验 可以让我们加以审视我们今生的人生课题 在空中雨色要为大家所要访的是一中心的责任编辑 一鸣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来跟美味的听众朋友来谈一谈这一本冰死经验的启示哦 一鸣你好 哈啰 雨色好 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在你的头衔当中呢你叫责任编辑 那我一直搞不清楚什么叫做责任编辑啊 责任编辑就是负责那一本书的责任编辑 就单属于这本书比如说像冰死经验 但是冰死经验这本书其实我不是责任编辑 对对那就是每一本书呢 就会有一个专门负责去负责处理所有事项的编辑 所以他叫责任编辑 那编辑本身是不负责这一些比较大范围的地方吗 比如说要跟书商沟通 或者是跟印刷商沟通 他就不做这些了 要看他是比如他是正直的还是兼职的 那其实如果说一般外包的话是比较少去处理这种行政事项 或者说后续的一些加工刷 哦是这样子 那么像这本冰死经验的启示 讲到这本书啊我想要跟一鸣来谈一谈 这本书其实他虽然有六个章节 其实他可以分三个部分 他是哪三个部分啊 呃第一个部分 他其实就是讲他的初体经验 他就是有就是他有些冰死经验 然后他回到过去 然后回到未 甚至到回到未来 然后他发现了一些什么不同的状况 然后他有一些心得 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说 他他在观测月亮的 就是回到现实世界 他观测月亮的时候 他发现到哪些秘密 比如说不同的星星 甚至有看到 哎 哎呦幽浮啊或什么的 然后第三个部分就比较偏重 也就是哎 探导我们人的奇缘 宇宙的奇缘 然后还有一些那个 呃比如说像像我们 我们是从立腺体开始 或者说我们内 我们每个身体里面都有一些核能在里面 所以他他就有有点延伸到就是核能并非就是不能不能代谢的调动 他有就这样想 然后他最后他其实有提到就是 呃地球历史上有经历过三次大毁灭 那其实第四次正在酝酿发生 那我们要我们要如何避免这第四次这样子 哦 有点是在讲这个哦 我我自己在看这本书吧 看我的时候呢 其实我心中已经蒙起一个想法想要问艺名哦 就是呃 当读者把这本书通通看完了 那么读者呢 他可以领悟到什么样的观点 对他的生活对他生命会起一个很大的改变 呃 我觉得最重要的观点就是我们是灵魂的这个概念 就是说其实我们不是困在这个肉身里面 那我们的意识是可以到更高次元或不同次元去做游历 然后还有一个重点是说时间不是线性的这个概念 对因为其实在这本书刚开始他呃 那个木内荷叶他经历过冰尺体验的时候 他有试图去操控就是掌控这个过程 就有点像是转就有点像是那个 命运好好玩那样转那快转件拿到转快转 他说那我要回到过去这样 就他真的回到过去 而且他到回到过去有改变了一个 他有动了一个小小的手脚这样子 所以他那个那个东西呢实际上他在当下的时候他有去查证 真的查到他做了一件事情真的改变那个时间 对所以他就证明说时间不是线性 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华人网路心灵电台所播出的雨色信仰声 在新养声当中呢雨色都会介绍不同的身心灵好书 以及腰访作者翻译或者是编辑 来节目当中为每位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书中还没有说完的更多的事情 如果你手边有一些好书希望雨色在节目中来介绍 或者是呢你自己本身的从事出版业的工作 有一些好书希望雨色来做推广 都欢迎跟雨色来联络 好的节目需要每位的听众朋友来支持 好书更需要大家来推广 雨色电话是0975-256-579 对就像是我们可以去录影带 我们可以回去把那个录影带洗掉 然后插入某些东西这样 然后我觉得这是比较有趣的观点就是 我们其实时间不是线性 我们超越时空跟空间 时间跟空间 然后我们人类是有灵魂的存在 就是意识的存在这样子 我自己在看这本书 我自己有一个很大的感觉 就是其实人啊 活在人世间啊 不要太认真 轻松过就好 对啊 其实他有提到就是游戏嘛 这是一场游戏嘛 那我们要带着怎样的心态来玩这个游戏 对 那每个人其实都有他的一些想做的事情 跟他们想要的使命这样子 像他也从他 比如他是当那个 空军自卫队啊 的队员 然后到因为可能身体一直专用 关系 然后后来就到观测 形象啊 月亮啊 对 然后他说这个可以带 带给他一个比较 有一些成就感 因为他其实可以把自己的名字 可以为彗星命名 对 然后他现在已经有很多名字都 很多彗星的名字都有他这样子 所以他就很有成就感 对啊 来谈谈他的冰死经验哦 刚才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 一米也提到说他有两次的冰死经验嘛 那 其实这个对很多人应该会感到很好奇哦 啊 到底什么叫冰死经验 那在这个死亡的过程当中 到底这个 木内呢 他到底看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内容 是我们一般人呢 所不知道的事情 呃 他第一次的冰死经验呢 他其实就是 有点像是 就好像 好像就是这个 身体突然就是 失去意识了嘛 那他一开始还是不知道 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对 他不知道自己 哎自己已经出题了这样子 对 然后他就后来就发现 哎 他他可以看到他 他父亲在叫他 然后也可以看到他母亲在叫他 对 然后他就有点开始 他其实算是还蛮有天分 对 然后他是说 有些人可能会 呃 比如说到冰死经验的时候 都会有看到一个 比如说像一个隧道啊 一个亮光啊 一个门啊 然后进去之后 就到另外一个世界这样子 然后他有看到他死去的 比如说像是 好像是阿姨还是姑姑 然后在 在彼岸等他 对 然后他们有聊了一下 然后就 他就说 你不是 你不应该在这边 然后他就回来 然后就 就是有点像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死后 确实是会看到一些 往生的亲人来接应我们 呃 在这本书中的 作者 他经验 有经验到这样子的评论 嗯 这部分其实跟我的 认知中的 有一点点的不太一样 在 呃 我自己有出版一些书嘛 那我自己 也可以跟神明做一些对话 那 呃 我自己所信仰的神明 他是这样来解释的哦 他说呢 人在死亡的时候呢 其实大部分呢 都只有一种 呃 那种 呃 情绪而已 大部分就一种 那除非说你有经过 很长一段的时间的修炼 或是对死亡你非常的透彻 要不然其实大部分 就一种情绪而已 你猜猜是什么情绪 你所收听的节目 是 华人网路心灵电台 所播出的 雨色新养生 在新养生当中呢 雨色都会介绍 不同的身心灵好书 以及腰访 作者 翻译 或者是编辑 来节目当中 为美味的听众朋友来介绍 书中还没有说完的更多的事情 如果你手边有一些好书 希望雨色在节目中来介绍 或者是呢 你自己本身呢 从事出版业的工作 有一些好书 希望雨色来做推广 都欢迎跟雨色来联络 好的节目 需要美味的听众朋友来支持 好书更需要大家来推广 雨色电话是0975256579 全世界每四十秒钟就一个人自杀 自杀防治需要你我的力量 用心聆听伸出援手 其实以我都能成为自杀防治守门人 聆听陪伴善用安心专线 0800788995 请邦邦救救我 全国自杀防治中心关心您 痛苦吗 还是恐惧 害怕死亡的恐惧 害怕那个不知道是什么样世界的恐惧 嗯 因为我们呃 我我我我的神明是跟我说 人人在死的时候 其实都很害怕 那个眼睛闭上之后 那个世界到底在干什么 或者是不知道死后到底要干什么 就是当你知道说 你要躺在床上十年好了 其实你以为害怕 因为你不知道那时 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种恐惧是自然而然 它就会发生的事情 那么我当然会问说 那时候真的有很多的亲人 会来到我们生命当中接应我们吗 那我我我信仰的神明是这样讲的 他说 其实人在恐惧当中的时候呢 会最想要见到的人呢 大部分呢 都是生 都是这一生当中 最爱的人 跟最恨的人 比较多 最爱的人呢 你一定想见到他 比如你的家人 你的老公 你的老婆 你的孩子等等的 那最恨的人呢 就是因为他 那个 情节很粗糙 会在我们的情绪当中最表面 所以你也会看到他 所以他说 其实人死后 常常看到最恨的 跟最爱的 这两这两类型的人 但是这两类型的人 来到你生命当中的时候 其实你的心 反正都会比较容易安住下来 因为 在无名跟恐惧的时候 看到你所熟知的人 你的心 都会比较安住 这是一个过程 嗯 很有趣齁 对啊 我只想到就是 之前有讨论到的一本书 是叫《终极女神》 对 《终极女神》 它其实一开始 开中名 它说 人在诞生的时候 有两种恐惧 一个是 对未知的恐惧 然后还有 分离的恐惧 就是 生下来的时候 对 所以人生 人一开始 其实就是 带着这两种恐惧出生 那死亡 当然也是 带着这两种恐惧 离开的这样子 然后呢 我信仰的生命 它说呢 我们会看到 这些往生者 来到我们生命当中呢 又有分几个样的类型 第一种类型的是 并不是真的看到 是我们内心 所幻化出来的 因为我们常常在恐惧当中呢 总是希望能够看到 跟我们 比较有密切关系的人 那这些人出现 它会让我们心安 这是 这个是一种心理上的反应而已 就好像有一些人 他在一些像集中营啊 或者是在一些监狱当中 他晚上在睡梦的时候 都会梦到他的家人 来到他的梦中一样 他说 这是每个人 所有的星星 那这个 这个跟 死亡的灵 跟你 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就是我们 我们就像龙哥讲的 梦是为了让我们现实中 得到某一种弥补跟平衡 对对 那死后的世界 其实没有说也是一样 你会觉得 心好安哦 那第二种呢 就是 那个所谓的守护灵 他会幻化出一些 能够让你心安的对象 或者是就算他不幻化 他只一团光 可是因为我们 我们的心都比较粗糙 那这样的一个粗糙的意念呢 就会改变这样的光 变成我们所熟知的那个人 但是其实他们自己本身 是没有幻化的 他只是 呈现一个无为的状态 来到我们生命当中 要接应我们 但是因为我们 心比较粗糙 会比较容易幻化出那些人 变成我们想看的那样子 一个画面 那他就变成那个样子 所以我们想说 不是他们在幻化了 是我们心在幻化 所以那些有时候看到一些 往生者来到我们生命当中 我们要说那些都是你 那些跟你有缘的守护灵 来到我们你的身体当中 然后要把你接引走 他说因为 当你看到有一个 你所所知的人 来到你的生命的时候 其实你会比较平静 然后你会比较释怀 然后离开这个人世间 对 那就是说 那个他会通常 会以你认知的一些概念 去幻化 然后这些帮 因为我又要提 中级旅程那本书 中级旅程那本书 就是说他们到不同的区域 去看的时候 就是会有一些小帮手出现 那那些小帮手都会 以你认知的概念 有可能是你喜欢的歌手 或者说你喜欢的人 或者是你熟识的 熟识的人这样子 或者说你可能 就平常有在修行 就是说有在认识的一些 天使啊 扬升大师们 就会以另一种情况出现 嗯 那最后的一个 一个呢就是 真正的是你的往生者 但是我们说 那个机会呢 是非常非常少的 因为人往生的时候呢 都是随自己一而转去的 那每个人的关系 比如说我跟你一米是朋友的关系 但是当我们临死了 或是我死之后呢 我们这个朋友的关系呢 就会慢慢的断掉了 大家说那个机会是 非常非常少的 所以很多人说啊 我跟我的爱人啊 或是跟我的家人一起自杀 那死后的世界呢 会不会一起 在那个黄泉路上再相见 然后神明说 不会 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业在 每个人 业就是行性嘛 每个人的行性 都是不一样的 那死后的世界 所呈现出来 因你死后的世界 跟你的心 所造就 所以就不一样了 所以他说 嗯 所以这个是 我看到的部分 跟墓内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但是我都相信 其实人死后的性 是平静的 这是我自己的 嗯 对 其实就是要 跟其实每个人 他的经历 跟他的学经历 会有一些不同的差别 对 所以他在不同的层次 看到的东西 会不太一样 对 所以说就是 呃 这边还是要跟各位听众说 就是 没有一本书 他讲的是绝对的事 绝对的真理 或者是绝对的概念 或者说 你一定要相信 或不相信 对 那重点是说 我们要有一个 比较开放的心胸 然后 汲取 适合我们的资讯 我们去 吸收就可以了 对 因为 呃 因为像 不同的 讯息 传讯来源 他都会跟我们说 就说 呃 其实 一个资讯 透过每个人 透过一个个体 传达出来的话 一定会收到 个体意识的扭曲 或者是一些 不同的诠释 所以我们并 并没办法 绝对说 他一定是对的 他一定是真理 对 所以这也是 这个 身心理圈 这些知识 有趣的地方 就是他有一个 非常广的开放性 可以让我们 不同的方式去诠释 这样子 对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听个广告之后 宇舍跟义鸣 再来跟大家 分享这本 冰石经验当中 还有哪些 没有说完的故事 我们先休息一下 计划行者 至少的行者 需要你 我的参与 用心聆听 伸出元首 做好 一位 二应 三转界 你我 都是至少行者 守门人 请善用 安心传写 0800 788 995 请邦邦 救救我 全国自家皇帝尊身 安复您 每个人都梦想追寻真爱与幸福 但是因为爱 有人一时疏忽感染爱滋 而社会的歧视 更让他们的内心饱受伤害 他们渴望天使志工的温暖 给予重生的希望与勇气 台湾路德协会 爱滋天使志工 报名专线 02-2371-140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世子文化的主编刘信红 我今天要来为大家介绍的一本书 叫做《为什么他们拥有一万财富,而你却没有》 这本书是美国一个研究富裕人口的终极权威 史丹利博士 根据在美国的千万级富翁做一个分析的研究报告 这本书里面最主要是针对这几个千万富翁 为什么他们能够拥有这么高的财富 做一个统筹分析 这本书目前在全省各大书局 还有黄鹿商店都有在销售 欢迎大家去选购 谢谢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今天雨色在空中为每位的听众朋友 押访到的是一中心的编辑一名 来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冰死经验的启示 作者是木内赫燕 这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 它在告诉你的不只是死后的世界长什么样子 同时木内以他自己亲身的经验来告诉你 宇宙生成的过程 还有我们未来的使命到底是什么 在他的第三章跟第四个章节当中 他有看到了这个所谓的宇宙大爆发的这个过程 一名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 这个所谓的宇宙大爆发 到底它跟我们的生命有什么样的关系 它其实就是在说明 我们宇宙其实是一个集体的意识体 那集体意识体就是说 为什么它会有爆发 为什么会产生不同的空间或不同的世界 他就是说因为有时候 宇宙会产生一些小小波动 那些小小波动 一下子波动下来之后 就会产生涟漪 涟漪之后就会产生爆炸 那宇宙大爆炸之后 它就有点延伸到像大霹雳那样的时期 所以它所看到的跟科学家所印证的 有所谓的霹雳大爆炸 都是一样的 对它有一些做相关的连结 或许说是它跟它的科学的背景有相关 所以它会这样子做练 然后它就说宇宙大爆发之后 就会产生能量的变动 然后就会产生了这个地球 这一个物质 然后就会慢慢这些物质 就会聚合起来 就会变成就是我们现在看到 这个尸体的世界这样 而且它书中有提到 在所有的星球当中 月亮是最晚诞生的 对 它所谓的月亮最晚诞生的原因就是说 因为它是彗星观测者 所以它就 它那个 在传达的时候 它就会想说 它有看到是说 月亮其实就是 最后 就是在1500年 我不太确定它的时间 它就说 月亮其实它是一个彗星 它是一个非常大型的彗星 它这时候呢 就是要朝地球撞过来的时候 就是撞到地上之后 造成地上的水啊 什么物种毁灭啊 什么的 就是 影响到地球整个形态 然后它有提到就是说地球的生物 会对月亮有某种恐惧 会有某种的那个 影响 会受到月亮的影响 就是因为 月亮那时候其实是 对地球是有造成危害 我自己在学瑜伽之前 我自己走灵修蛮多年的 那我对于所谓的这些 这些 行星啊 或者是所谓的这些 月亮啊 太阳哦 其实多多少少 有一点点的感觉哦 因为呢 我们常常所拜的 所谓的 像我们 中国所拜的 所谓的太阴新军 跟太阳新军嘛 那其实就是在拜 那个所谓太阳跟月亮嘛 那在 希腊啦 或是古名当中 他们也会拜 阿波罗 就是所谓的太阳神 或者说的月亮神 那帮来很多金星神之类的 代表是 星术跟人 有很大的关系 那这位 木内呢 他在书中 他有提到一个观点 我觉得真的会让我有 有不同的形式哦 他说呢 在没有月亮的时候呢 女生的 魅士惊奇呢 是一年才一次 对 一年一次 对 然后想说 哇 一年一次 那 以前的女生 应该是生很少了哦 因为魅士跟生小朋友 是有关系的嘛 那 他一年才 一年才一次 那 这个 没有魅士的情况之下 那女人的身体 不就跟男人 是差不多的吗 因为他没有这个 周转期 没有那个魅士 可以把这个 不好的东西留掉嘛 结果呢 因为这个 所谓的大爆发之后呢 有一个非常大的 那个 充满了水的 那个行星呢 来到了地球 跟太阳之间 然后因为呢 太阳的火呢 非常的热 然后就把这个 水呢 把它融解了 就是那个水呢 全部都流到了地球 所以呢 原本地球 70%都是陆地 这样改成是 70% 80%都是水 那这些水 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那颗星球 它融解之后 它水呢 流到了地球上面 从此呢 这个星球呢 它就留在 它的位置当中 变成现在的月亮 那因为它的周期呢 是28天 有一个非常 一个固定的周期 所以呢 女生呢 就变成 它的周期性 就是28天一次哦 那么当我看到 这一段的时候 我突然感觉到说 其实人 真的很渺小 其实每一个人呢 都不是 独立生长的 以就大满教的精神来说 其实每一个人 跟所谓的星宿啊 跟大自然 都有一个密切的关系耶 嗯 对啊 其实它是说 呃 我每个人其实都是 息息相关的一个 共体共生的一个个体 对 呃 我是觉得 因为我本身 其实对于 那个月亮啊 什么什么 也是会有点 小小影响 对 那人总是会有 不同的情绪 起伏 有时候会下降 有时候会上升 那 比如说 如果说你都在家 或者说你没有去 跟外界接触 那突然发生这种情况 那 就总要找 找地方去解释说 哎 为什么 你都没有去跟人家 你也没有接受到 人家负面情绪 为什么 你还是会不高兴 对 那有时候可能就是 可能会跟环境有关 那可能 也有跟一些 非超自然的因素有关 那这些都是 很不同的因素 对 对 那重点就是 可能你要找到方式 去觉察它 然后去代谢掉 这些情绪 这样子 在这本书 木内当中 他有提到 所谓的星球 跟人的关系 他还有提到 哪些部分 是觉得说 一米你自己 看完这本书之后 你觉得 其实我们确实 应该要来读读 这本书会对我们的生命 会有更有帮助的地方 其实我觉得 它比较有趣点就是 第一个就是 月亮那一个 这件事情 那 它说月亮 其实就是一个彗星 然后它撞地球 然后它有影响到 人类的一些 生活崎岖 然后比如像身体 情绪部分 因为其实 月亮水嘛 代表情绪 对 那至于它为什么 只影响到女生 那它也没有 特别去解释 对哦 为什么不会影响到男生 因为这个我倒没有想到 只要女生才会 对 那 或许说 可能在那个年代 因为我有 有读过一些资料 是说在 古早的年代 是女性族群 大于男性族群 对对对 在古代的 大满教 对对对 对有可能是 因为这样的因素 就是说 那时候的女性 是权力比较大的 对 所以说 会特别影响到 一些比较权力 大的 族群这样子 你所收听的节目 是华人网路心灵电台 所播出的 宇舍新养生 在新养生当中呢 宇舍都会介绍 不同的身心灵好书 以及腰访 作者 翻译 或者是编辑 来节目当中 为美味的听众朋友 来介绍书中 还没有说完的 更多的事情 如果你手边 有一些好书 希望宇舍在节目中 来介绍 或者是呢 你自己本身呢 从事出版业的工作 有一些好书 希望宇舍来做推广 都欢迎跟宇舍来联络 好的节目 需要美味的听众朋友 来支持 好书 更需要大家来推广 宇舍电话是 0975-256-57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世子文化编辑刘信宏 今天是要跟大家来介绍一本 非常奇妙的书 书名叫做《暗示疗法》的TTPP 这本书其实是在讲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启发我们每个人内在的一种原本就有力量 如果简单地来实行这里面的一个方法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内在的原本这个本能 给启动起来 有兴趣的朋友 我很强烈推荐大家 能够上伯克莱网络书店 或者是到金石堂 来选购这一本书 谢谢 对 然后再也就是 他要提醒大家就说 我们地球可能会遭遇到 第四次毁灭的这个情况 对 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去注意的 就是说我们不可以 就是不太 就是我觉得可能要 跟现今的一些地球的一些环保议题 环境议题去做一些连结这样子 对 我们不可以再对这个 这个星球去预取预求这样 要特别去 要去关照自己的所作所为这样子 这本书里面 木内他有提到是 大概什么一个时间点 会发生所谓的第三次大毁灭吗 呃 诶 是第四次还是第四次 第四次的 第四次 对 因为第三次他是说 第三次是埃及的时候 对 那第四次好像 他没有特别的体验 就看一下 因为是在最后一章的时候 希望呢 第四次呢是 在我有生之年不要看到比较好 因为他讲的那个埃及好像就是 以前不是像我们中国有所谓的大雨治水吗 然后呢 在西方的事件当中 也有所谓的那个 那个 诺亚方舟吗 那可以发现说 其实这个水灾啊 这个大水灾不是只有在中国 在全世界都有类似的这个记载 那就木内的看法是 这个就是第三次的大毁灭啊 就是有这个水的这个发生 那么世界有可能会发生第四次这个大毁灭哦 嗯 对 因为他是说 呃 我们如果说就是只关注到自己的利益啊 然后只只只只会只注重自己内在的需求啊 然后不去管外在的话 那让这世界越来越 就是可能一个整个氛围越来越糟 那就可能会造成第四次的大毁灭 那他重点是说 我们就是要从自身开始 就是说要去改变我们的意识 对 那我们可能 因为我们跟古早的 时期的人类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也没有所谓的 要去裂捕需求 我们也没有要去残害别人的需求 那我们应该是要迈向一个 共体共生的一个环境 对 所以我们 就是说呃 我们不应该就是要 就是因为贪嗔痴嘛 像像回教厂这样的 那这些都是人的一些基本情况 那我是觉得呃呃 人类是有慢慢在决职到这样的情况 大家会有一些不同的发现 然后越来越多那个 呃 谎言啊或者是一些操控啊 都有被揭露出来 那就是这些转变是我们大家可以去持续进行 对 那他是说 他其实重点就是说 第四次的大毁灭 其实是我们 距离我们是非常近 他只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们所剩的时间不够 不多了 对 所以我们要努力去改变自己的一些意识 这样子 嗯 刚刚你提到这个意识 我们常常说那个意识高啊 意识低还有就是人要学会提升我们的意识 一鸣你自己的看法是意识这个部分该怎么来进化或者是该怎么来提升 其实意识最重要我觉得比较重点是说我们要有一个爱的感觉在我们的所作所为当中还有一个慈悲心 对 那就是要我们要从内在去出发 对 因为我们其实我们现在外在受到太多的资讯的干扰跟刺激了 对 那导致说我们会有一些受到一些集体的操弄或集体意识的牵引 对 那最重要就是我们要回归自己的内心 就是我们要有时候要静下心来 就是因为世界非常的busy嘛 对 那我们就是要静下心来 我们要看内在的需要 对 那关注自己的内心 因为透过自己的意识改变我们就可以 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是说我们的频率会共振 对 那我们一个人的意识改变就可以慢慢逐步去影响到世界的其他人这样子 我觉得你刚刚提到一个重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 爱啊 慈悲 其实呢爱跟慈悲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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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说呢 就是我觉得它是一种很自然的跟宇宙跟人跟人之间连结哦 就是我不管你爱的是植物啊动物啊昆虫等等那就是爱哦 但是如果当一个人他把他的内心封闭了 你所看到的世界就只有你自己的世界 那么你的灵性差不多就停留在那个意识层当中 你没有办法再扩张出去 那么如果说你的意识层越高 那意识层越高就是你的视野从原本的两度变成是360度 那么你的世界又变得很宽广 那你世界又变得很宽广 你所领悟到的感受也都完全的不一样 那么你在看待自己的人生课题的时候也会是不一样的哦 我觉得这个不是只是那个木内赫燕他所提的观点 我现在在很多的身心灵书 还有一中心所出版这一系列的身心灵的好书当中 都在告诉我们 你不是只有自己来到人世间哦 你跟每个人都要产生一个非常好的共振 这个才是我们生命中真正要学习的课题哦 我们先休息一下听过广告之后呢 再跟一鸣谈谈这本书里面 还有哪些精彩的故事 我们先休息一下 有很多人的心灵的故事 你会想在每个人都可以介绍昏吗 你会想在这些人生活中心灵的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新养生当中,宇瑟都会介绍不同的身心灵好书 以及腰房、作者、翻译或者是编辑 来节目当中,为每位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书中还没有说完的更多的事情 如果你手边有一些好书,希望宇瑟在节目中来介绍 或者是你自己本身从事出版业的工作 有一些好书,希望宇瑟来做推广,都欢迎跟宇瑟来联络 好的节目需要每位的听众朋友来支持 好书更需要大家来推广 女生电话是0975-256-579 大家好,我是佛光山在日本地区的主主持满润 佛光山在1993年的时候正式有了第一个分别院道场 在东京的池袋附近有一个东京佛光山市 另外我们在富士山下,本崎湖畔也有坐在餐厅里面就可以看到富士山 还有走出去一分钟就有湖,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我们在全世界各地的信徒也都去那边参访 那边是一个很适合休息 去那边念佛,去那边禅作 非常好,那欢迎来到日本的佛光山 我是李姿的主编陈佳人 今天要分享的书是平民首富的致富告白 那作者呢,是日本的首富 那为何会称作平民呢? 是因为他不是富二代,是白手起家 那他在书里分享了很多他的处世哲学和扭转人生的方法 那我们想把这本书介绍给读者 是希望读者可以从中取经 那把自己的人生过得更幸福,更成功 那有兴趣的读者,全省的实体书店 还有网络书店上是博客来金石堂 都可以买得到这本书 大家好,我是佛光山创办的南华大学生死学系 系主任廖俊宇老师 生死学系致力于活出生命的尊严与死亡的尊严 从生老病死都在关心的范围之中 因此,有生死学系资商组 可以考心理测验员等 生死学系社工组 可以考社工师 生死学系殡葬组 可以考礼仪师 佛光山创办南华大学是为公益的目的 因此采国立大学收费 也提供多项奖学金 来帮助同学圆梦哦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今天呢,雨色在空中 来跟大家来介绍的 是由一中心所出版的 冰死经验的启示 空中为大家要讨论的是编辑一名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哦 刚才呢,我们聊到了很多这本书里面 所提到的冰死经验 还有星球的一些秘密哦 接着呢,我们就来谈一谈哦 诶,这本书当中呢 其实还有提到 人怎么样的可以回到过去跟未来 而且呢,这个 木内呢,他还有提到说 他在这个冰死经验当中呢 他也回到了非常非常长远的一个古代 而且呢,他还有看到自己的未来哦 所以代表是未来跟过去 其实他都已经是存在了哦 不是还没有发生哦 那么故事到底是怎么样来进行的呢 一名 好,那木内他其实在 第一次冰死经验之后呢 他就有发现说 其实他自己是可以操控 这样的一个过程 他说因为有些人他就是 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这个状态 所以他就会认得 认随这个流 因为他认为意识是一个流 就是被像玄默这样 被卷走这样子 那当木内他经营到这样的 冰死体验的时候 他就觉得他 我不行,我不要跟着这个流走 因为他这个流就是 可能就有点流到 像另外一个世界去 就回不来这样子 他就说那我要 在意识层面 我要操控自己的意识 说我要去哪里 对,那他就是 因为他是有点像科学家的背景 所以他这个中途呢 做了很多的尝试 包含说 那既然我现在是在意识状态 那我是否可以就是 回到过去 回到不同的世界 去做一些事情呢 所以他就回到过去 就是到了一个 他说他 如果说他可以 你可以穿越时间的话 那他是不是要在过去 留下一个记录 对,他就到了一个 非常长久的一个年代 就是一个作曲家 就是专门写了和歌 和歌诗集的一个作家 然后他就 他就用他的意念 就是操控那个人 然后让他在和歌的歌词本 上面写下两个字 两个日文字这样 不是汉字 对,他就 因为他是赫燕嘛 他就写下赫这个字 叫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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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他叫赫 赫 赫 他就是写下这两个字 是用那个 评价名写的 对 然后 然后就是 他就留下这个字 就回来了 对,那 因为他那时候 说他也不知道 这个写和歌诗集的人 是谁啊 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这个 要怎么去查 然后他就 但是他一直就是 很有科学下的经验 就一直去查 就终于让他查到 然后他查到就是 有询问的后代 因为那后代就说 他后代子孙一直说 这个 这个 这个祖先 他写了这么多 有名的诗集 然后里面 有名的歌词 那为什么说 突然在某一 某一篇的 歌词里面 出现两个 跟前后文 完全不搭嘎的 字在里面 然后他们后代 就一直猜说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会有 这两个字 对 然后 直到就是 木内和 就跟他 跟这个后代讲 但这后代 其实他也没有说 不相信 他就说 哦,原来如此 对,然后 他就 他就说 那个其实是 他木内和言的 和这个字啊 然后他就 用品夹语写下来 对,那就是 就证明说 他有穿越时空的能力 这样子 对,那 除此之外 因为他一开始 并非是 穿越到 这么长久的年代 他其实 一开始是 非常穿越 是当下的 比如他穿越到 他 朋友 可能在 很远很远的地方的 亲戚 或很远的地方的朋友 去听跟他们一起聊天 听他们聊天 对 然后他为了 要留下证据 就是他刚好在 他就跟那个 一个很远很远的 一个朋友聊天 他就为了 要留下证据 他就在 因为那是一个 女生嘛 然后他就在 他的屁股里 用力给他捏下去 对,因为他没想到 自己居然有 这样子 他虽然是 意识的存在 可是他居然可以 用肉身的方式 去捏了他 然后结果他就看到他 大叫的时候 他回来了 对,然后后来他就 打电话给这一个 这个远方 远方的朋友说 因为他一开始 也不好意思说 他掐了他屁股一下 然后 对,他就 轻描淡写的聊 对 后来就聊到说 那个 是不是你这边 后面哪边不舒服 哪边痛痛的之类 然后后来查办 然后原来是你 跑到 就是这时候 穿越过的地方 掐了我一下 还有我这边 轰轰车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世子文化的 主编刘信宏 我今天要来为大家 介绍的一本书 叫做 为什么 他们拥有一万财富 而你却没有 这本书呢 是美国 一个研究富裕人口的 终极权威 史丹利博士 根据在美国的 千万级富翁 做一个分析的 研究报告 这本书里面 最主要是针对 这几个千万富翁 为什么他们能够 拥有这么高的财富 做一个统筹分析 这本书目前在 全省各大书局 还有黄鹿商店 都有在销售 欢迎大家去选购 谢谢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红桌文化的总编辑 我是刘翠伦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 《远离非洲》这一本书 《远离非洲》 大家可能都有看过这部电影 是《梅丽石翠普》演的 是一部非常非常浪漫的爱情故事 在此推荐原著 比电影更加更加精彩 《远离非洲》也是一本命运之书 当你生命里面遇到困境的时候 然后有走不过去的地方 建议大家来读《远离非洲》这一本书 让这本书带给你勇气 在此跟大家推荐 如果这本书他没有去提的话 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认为 像这种比较 第四度的那种体验 就是常常被所谓的鬼摸 其实有没有可能 其实不是被鬼 有没有可能就是被往生的好朋友 或是谁回到了这个现代 然后来跟我们有一些身体上的接触 这样看起来好像觉得 其实好像人世间不是只有鬼 还有很多东西的事情 是我们不知道的 对啊 其实就是 像那个很多书都有经历 就会写说他看到了那个前世的 就不是前世 就是往生的亲人 他出现在自己的面前 就是在他们过世的那一个时期说 比如说他那个坐着在开车 他发现他母亲在某个 就是母亲过世的时候 他出现在他那个车子的右手边这样子 就是这样突然出现 然后对他笑一笑就消失了 所以这种情况是有可能的 就是他可能来跟我跟你打个招呼这样子 对 而且这本书里面 他有那个木内他有提到一个观点 我自己蛮认同的 他说其实他在病死的这个过程当中 他有用他的意识去改变他的家人 还有他一些朋友 那他的朋友都会意识到说 我好像有听到什么声音 或者是看到什么样的人来那样子 但是却不清楚说 可能就是木内他来到了他们的生命当中 所以呢那个木内在书中他就提到说 其实有时候我们认知中是看到鬼 那其实呢并不是真的看到鬼 是鬼的那个脑 那个他的意识程 或是他所谓的那个频率呢 干扰到我们的脑坡 然后影响到我们的视觉神经 然后变成说 哎 我好像看到了什么东西 所以呢 鬼并不是在前面 让我们看到 而是他的意识程 或是他所谓的频率 影响到我们脑坡去看看到他们的存在 他说呢 其实有时候看到这些 不管鬼啊神啊 都跟我们频率有关系 并不是你所谓的真正的看到 哎 这个观点其实我觉得听起来就还蛮科学的 呃 其实他就是讲说就是 他是用意识去去改变他脑袋的某一个状态 对 比如他就是说那个 他回到另一群朋友的时候 就是说他 呃 他把自己投身在一个 车子里面在驾驶的人 他就说他试验说 哎 他就试验说 哎 他要留下什么记录嘛 对 然后他就说有一天就是 他他的一群朋友正在聊天 然后刚好聊到他 他们也不知道他的时候正在 正在医院就是 就是快死掉这样子 对 然后他就说 哎 那我要现身在他们面前 结果那一群朋友就看到就是 从窗外有一台 有个人开着一辆车经过 然后他就看到 哎 车内开的那个人 那个驾驶就是幕内 他说哎 他就跟他打招呼 可是他怎么样都不理他 对 他就投 他就他意识投身 就是他们三个人 里面就刚好有三个人在聊天 他就说三个人同时 看到这种情况 对 他就是运用意识去说 在他们大脑里面 只如果说 哎 他出现过这样子的场景 这样子 对 但他有 他 但他后来是说 他觉得这个 这个改变意识这个层面 他觉得不太好 所以他他说 就是偶尔做就可以了 就是不要不要太去 执着于说要改变 人家的一些想法这样 其实我觉得不要说是 人死后才做这件事情 人活着的时候好像也会 就是一个人他的意识 他越 每次说一个人他的 意志更坚定的时候呢 他是可以感染身边的人 被他影响的 我觉得不用到死 你现实中 你注意看有些人 就是眼睛涣散啊 然后那种过日子 过得就是有点 就是迷迷糊糊的那种人啊 你会发现说他的生命当中 好像很多事情是不会被他改变的 他只能这个所谓的水波逐流 但是有些人呢 他过得就是非常的坚定 内心非常的就是 有力量在过他的生活 那么他的生命当中 不管他人啊 事啊 甚至他可以改变他的未来 所以我觉得其实 从木内这本书当中 可以看到就是 不要去谈死后的世界 也不要去谈鬼啊 你到底能不能让自己这辈子 过得更有意义 而且有力量 你不仅可以改变一个 别人的这个所谓的生命 而且你连自己的生命都可以改变 我觉得就是这本书里面 他一直不断的探讨的观点 对他就是强调就是说 我们自身是只有能力 有意识去改变 其他周遭的其他人 对那虽然说 他说他在执行 他在做这些 那个留下记录的时候啊 有人是对他是 就是他在 那个鬼扯淡 然后又对他有点疏远 他就有点 有点伤心这样子啦 对 但是这其实是 这个实情是存在的 对 这跟其实跟频率 跟共争 跟我们最近很流行的 吸引力法则 其实是非常相关的 对那他就是一个整体的 因为宇宙其实是由频率 所组成的 对 好今天很开心的 在节目当中 跟美味的听众朋友 来介绍这一本 一中心 前阵子所出版 而且卖得好像还不错的 这本 冰石经验的启示 我们谢谢一鸣 好谢谢主持人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从事 山心灵书籍翻译工作的 邱俊敏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一本 关于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的未来世代的书籍 书籍是电缆天使一 新世代小孩的来临 这本书适合家长们 老师们 还有准爸爸们 与准妈妈们阅读 因为你们大概 会比其他人更早发现 自己在面对是一群成熟的灵魂 并亲眼目睹 全新世代的来临 本书搜集对于 电缆世代的许多观察 建议还有故事 帮助他们适应这个世界 详情请上一中心 脸书粉丝团查询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红搜文化的总编辑翠仁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本书 是印度尤加南达 真者的一个 迪迦行者的自传 这是一本非常特别的书 所有在这条路上 想要追求真理的朋友 都应该要读这本书 对这本书有兴趣的朋友 欢迎上各家的网路书店 或是到附近的书店 可以去把他们带购 你所收听的节目 是华人网路心灵电台 所播出的 雨色新养生 在新养生当中呢 雨色都会介绍 不同的身心灵好书 以及腰访 作者 翻译 或者是编辑 来节目当中 为每位的听众朋友来介绍 书中还没有说完的 更多的事情 如果你手边有一些好书 希望雨色在节目中来介绍 或者是呢 你自己本身的 从事出版业的工作 有一些好书 希望雨色来做推广 都欢迎跟雨色来联络 好的节目 需要每位的听众朋友来支持 好书更需要大家来推广 请不吝点赞 订阅